这头眼神犀利刺着牙的狼飞长胸 也是这里的狼王 动物园从国外引进母狼的幼崽 属于纯种的野狼 连饲养员都很怕它 突然一位小女孩冲了进来 志愿者大声叫着很危险 她冲过去抓住了狼 原来她叫麦克斯 女孩却把她当成了哈士奇 紧紧抱住她 麦克斯却显得很温顺 女孩捏住狼王的嘴 用力摇晃着说你是不是不乖了 接着啪啪啪打在她嘴巴上 并翻开狼的嘴唇说 牙齿锋利就膨胀了是吧 接着又是几巴掌 女孩轻轻摸着麦克斯 抱着她亲吻 这是打一巴掌 再给她一颗糖吃吧 麦克斯在女孩面前 为何像只二哈呢 原来麦克斯刚出生不久 妈妈就意外死亡 女孩特别照顾她 像妈妈似的每天抱在怀里 她也从小就很喜欢狗狗 因为爸爸是饲养员 她对动物有了特殊感情 喂食时间到了 女孩抓起鸡肉抛到远处 园区里还有几只狗跟狼的混血 女孩告诉志愿者 喂食食手不能抓着肉 因为狼护食很严重 不小心会咬到手 狼在吃饭时 对外界很警惕 这时千万别靠近他们 饲养员说狼很凶 但混血狗狗很亲人 他们继承了狗狗对人温顺的基因 这只狗叫卡拉就是狼的后代 但完全没有狼的野性 打算培育它当牧羊犬 突然她冲向志愿者 吓得摄像师尖叫起来 躲在围墙边上不敢动 但在女孩眼里 他们都是哈士奇 园区还有一只绑着的白狗 看起来像家养的土狗 这引起了志愿者的好奇 就在饲养员放它出来后 一只大狗冲上来 大家心头一紧 没想到它却先发制人 对更高大的狗狗发起攻击 一转身居然追着迈克斯咬 它可是狼王啊 大家看到白狗都躲开 甚至不敢正眼看它 园区的狼看到它都得毕恭毕敬 甚至躺地上露肚皮讨好 这只白狗是什么来头 在这里称王称霸 连凶狠的迈克斯都得低头讨好它 身后的大狗吓得蹲在角落 瑟瑟发抖 看起来一脸惊恐 志愿者跟摄像师也不解 原来白狗是他们的奶妈 迈克斯跟狼狗都是喝它的奶长大的 白狗也就是他们的母亲 饲养员说不敢接近迈克斯 它脾气很暴躁 对小奶狗都没什么好态度 饲养员为它时 还得用绳子绑住送过去 即使保持距离了 迈克斯还呲牙拒绝吃 这就是野狼的特性 但女孩一来 他马上就温柔了 饲养员女儿端着食物进来 还亲手喂他 这一刻迈克斯又秒遍哈士奇 吃着女孩手里的食物 女孩摸着迈克斯说 自己正跟狼讲故事 然后认真地讲着书本上的内容 同时轻轻抚摸着狼 没想到他居然安心睡了 在园区迈克斯挖了地洞 也只有女孩赶进去玩 其他人甚至不敢靠近 饲养员还会带着女儿 跟狗狗出去玩雪 每天都在欢声笑语中度过 在女孩的心里 不管是狗狗还是狼 都是她的好朋友 看着她笑得多甜 跟狗狗一起打闹 吃着雪 跟她在一起狼王也变成了二哈 眼神都变温柔了 真暖心啊 好 好 好